今天用萝卜和大米分享新吃法 首先300克大米浸泡两个小时 然后打入两颗鸡蛋,把它搅散 倒入料理机内,加入150毫升清水,磨成米浆 大米我们也可以直接用粘米肥代替 磨好之后倒入盆中,加入3克酵母,搅拌至充分溶解 再加入100克面粉,搅拌成细腻没有颗粒的糊状 面粉的用量大家可以足处调整,大概这种状态就可以 盖上盖子,冷藏发酵一夜 第二天早上,我们准备两根萝卜,把它给擦成细丝 加入两小勺盐,把它充分地抓均匀 腌五分钟,沙下水分 再切一点点小葱,萝卜可以换成自己喜欢吃的任何蔬菜 沙下水分的萝卜丝,稍微攥一下水分 第二天早上,米糊已经发酵好了,里面有很多小气孔 我们稍微搅拌一下,排下气体 再放萝卜丝 葱花,椒盐,五香粉 小末香油,进行调味 电饼称选鲜明模式,刷下开关,两面刷油 倒入米糊,把它给摊平整 上面再刷上一层使用油,这样可以锁住内部的水分,口感更柔软 盖上盖子,中火,烙六分钟 六分钟之后,我们给它翻下面,盖上盖子,再烙两分钟 烙到两面金黄,按压可以快速回弹时,就熟透了 这样做的早餐饼,加入了大米,口感更柔软,而且特别的筋道 简单营养又好吃,喜欢就试一下吧